当地时间二日 美国国防部官员宣称 一个疑似中国的侦察气球 已经在美国上空飞行数天 美国对其进行了追踪 尽管五角大楼声称 他不会对地面构成军事或人身威胁 但是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迅速 给他贴上了中国间谍气球的标签 中国外交部网站三日晚刊登 外交部发言人达记者温时表示 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侮辱美国表示遗憾 中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 妥善处理这次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 那么对于这次事件 国外的网友 特别是美国的网友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均摘自由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叫AVSS的网友说 美国800个基地 通过他国主权派遣无人机 军舰 飞机 美国因为气球侵犯了他们的主权而大发雷霆 第二位叫BMXP的美国网友说 哈哈 如果他们想监视我们 肯定有必在我们头顶上放巨大的气球更好的方法 第三位叫One Dollar Crew的美国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电影看多了 他说 气球悄悄进入美国 如果它是致命武器怎么办 在这位网友的评论下方 一位叫I的网友说 很多移民已经这样做了 了不起的是 第三位叫S.Currayo的网友说 加拿大甚至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东西 进入了他们的领空 第四位叫Powell Albieson的网友说 如果他们可以引导气球 除了监视设备之外 他们还能在里面放什么 在这位网友的评论下方 有吃货网友说 可能会放鸡肉饭团 也有电影看多的网友说 会放小型盒装置 第五位叫S.K.U.的网友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表示 布林肯从来没有被邀请过 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会谈时间表 第六位叫Neck X的网友好奇地问 为什么不使用带钩子的无人机 将其锁定并将其拉下来 在他的评论下方 一位叫D.U.的网友 用太高两个字回答了 这位好奇的网友 第七位叫D.U.的网友说 令人惊讶的是 他已经在蒙大拿州上空盘旋了三天 他飞过阿拉斯加和加拿大 却没被发现 中国的隐身技术是一流的 我们的检测系统和团队 需要一些关于他们能力的严肃答案 第八位叫Aredan Code的网友说 中国人非常聪明 他们利用急流的轨迹 将气球降落到美国 他盘旋在6万英尺的高度 没有战斗机能飞得那么高 既落他也会对平民造成碎片威胁 他们也不知道里面可能有什么 如果被发现 他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没有机动性的气象监视气球 这可能都是真的 在这位网友的评论下 一位叫Kathleen的网友说 日本在二战时就干过这样的事 第九位叫Hina Ans的网友说 我最大的问题是 他是如何在被发现之前到达蒙大拿州的 如果他在加利福尼亚或夏威夷海岸外 他会更有意义 但他是如何在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 注意到他的情况下飞越各州的呢 第十位叫Arian Country的网友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种事情发生在如今的美国 为什么五角大楼和本届政府容忍这种情况 而不击落气球 简直太不能接受了 在这位网友的评论下 有网友表示 你真以为这是第一起事件 它发生过很多次 第十一位叫Wama I Lire的网友说 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一个气球而惊慌失措 以上就是油管上的网友对此事的一些评论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